陆华宫月饼案不出三天便水落石出,惠嫔谋害公妃嫁祸皇后,手段残忍影响恶劣,圣上下旨将其降为八贫玄氏,移至妖月宫偏殿。 妖月宫,妖月宫,叶珍珍冷笑,太后这是不死心呢,惠嫔做出这种事情,打入冷宫都不为过,即便不入冷宫,去了其他任何一宫都不会好过,唯独这妖月宫,不管贤妃愿不愿意,她现在都只能站在太后这一边了。 不过叶珍珍看来,太后此举实在是昏招,惠嫔本来已经是枚妻子,太后若不想亏待她,料人好生照料便是,何必将她把她弄进妖月宫拖贤妃的后腿,而且贤妃一直在暗,还有那么点一世独立的姿态。 这一会儿,太后大张旗鼓地把她拉到身边,明目张胆地在帮她抢后卫,简直就是直接想把她变成剑垛子。 叶珍珍打了个哈气,心想,若是许家人的智商都像太后这般,嗯,那他们家族的示威也是很好理解了,并不能全都归罪到他爷爷的头上。 王有才站在昏宁宫外放开了嗓子喊,因他并没有做过这种事情,所以运气的方法不对,喊到最后一个字已经破了音,活似一只被强奸的乌鸦。 纪无旧听得直皱眉头。 这王有才就是王小虎,叶珍珍主动和纪无旧讨来了他,他本来是戴罪之身,死了也就死了。 但纪无旧从轻发落了惠评,叶珍珍很识趣,什么都没说,他也就卖他个面子,把这个奴才给了他。 叶珍珍嫌王小虎的名字太俗,不适合昆宁宫这种地方,因此比照着冯有德的名字,给他改了个名字叫王有才。 有才有德,德才兼备,多好。 旧无旧简直不敢相信,叶珍珍竟然会认为这个名字很文雅。 虽然王有才那破嗓子叫得毛骨悚然,连鸟都要惊飞起来,叶珍珍却恍若未闻。 纪无旧轻轻走过去,就看到叶珍珍大咧咧地坐着,眼镜盯着桌上的东西发呆。 看到他面前摊着一个九宫阁棋盘,棋盘中散布着几块象牙棋子,上边刻着数字。 那九宫阁不同一般的九宫阁,而是由九个九宫阁嵌套而成,共形成横竖九九八十一个小阁,每个小阁似乎都可以放进去数字棋子。 叶珍珍还在拖着下巴沉思,眉头紧锁,丝毫没有注意到既无旧的存在。 既无旧也不指望他能发现它。 你在做什么? 叶珍珍一惊,扭头看到既无旧,慌忙起身,脸上摆起假模假式的笑容。 既无旧看得直皱眉,皇上您来了,外边的太监真是傻了,也不知道通报一声。 叶珍珍说道,大不敬。 既无旧说着,冲他比了两个手指头,意思是第二次,朕都给你记着呢。 叶珍珍吐了吐舌头,心内富匪。 既无旧的目光又落到桌上的棋盘。 这是九宫阁吗?看着不像。 这不是九宫阁,叫重九宫,是民间一个叫史天长的人想出来的玩儿。 这个小阁,红数都要123456789不能重复,每一个小的九宫阁里这些数字也不能重复。 听起来倒有点意思,既无旧走至桌前,随手摸了一颗棋子,低眉沉思。 叶珍珍好心劝他,这东西分甲乙丙等,皇上您第一次玩,玩甲等难度太高了,还是玩丙等吧。 臣妾这里有棋谱,各种局都有。 啰嗦。 既无旧说着换了一枚刻着一的棋子,放在棋盘中。 叶珍珍心想,我想了那么半天都没想出来,你不可能一下就走出这一步,且看你到时候怎么收场。 既无旧收场的方式就是不停地摆着棋子,不一会儿一盘甲菊轻松拿下。 雕虫小鸡,他不屑地下了评语。 不可能? 叶珍珍不相信,这种东西在他手里竟然轻而易举地解开。 虽然道理不过是一些算术之法,但是演算起来确实也要费一番精神,所以他刚才一定只是恰巧蒙对了。 于是叶珍珍捧着棋谱,找出另外一盘假等局摆好,让他解。 几乎就这次玩顺了手,怎么想都没想,噼里啪啦的把棋子全都摆进去,又对了。 怎么会,再来。 于是两个人就这么凑在一块儿,玩起了虫九弓。 因为棋盘不大,所以两个人的头几乎抵在一起。 叶珍珍今天输了一个堆云计,浓密的黑发盘起,趁着脸上雪白的肌肤,如翠云堆雪。 她的发底用几枚点花脆花簪固定,头上插着一只七宝铜心钗和一只金质双骨凤钗,那金凤香得栩栩如生。 斩翅欲飞,口中还咸着两股猪串。 猪串垂下来摇摇晃晃,不时地扫到姬吾舅的脸。 姬吾舅被扫在脸上发痒,一抬头,便看到叶珍珍近在咫尺的脸,美人如画,艳惯群芳。 这叶珍珍从来不知道何为叫素雅,什么东西闪耀就往头上招呼什么。 金银羽翠,以及各种颜色的宝石,还必须精雕细琢,花纹精美繁复。 这种东西若成日堆在别人的女人头上,大概会被怀疑是某霸发户的家眷。 可偏偏叶珍珍的五官精致而大气,带这些东西一点也不违和,反而相得益彰,虽有烟火气,却并不俗气。 能够带出那种经无数巧功,能功巧将打磨之后所沉淀出的精致与华美。 金银羽翠突然想到叶珍珍的原话,这么高贵的东西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,她突然感到一阵无力。 皇上,皇上,这里是二。 叶珍珍指着一个小格说道,金银羽翠回过神来,往那个小格中放了个二,然后稍微往旁边挪了一下身体,她还不太习惯和叶珍珍离得太近。 这一玩,就玩到晚膳时分,金银羽就懒得挪地方,便在昆宁宫用了晚膳。 她为自己不务正夜跑到昆宁宫玩这种东西而感到忏悔,又想到这是叶珍珍的东西,也算是她诱惑她玩的,也就顺手把叶珍珍给迁怒了,小黑本上又多了一笔。 叶珍珍不了解她那面瘫脸背后到底是在想些什么,也懒得去了解,吃饭是大事,一定要专注,她不喜欢有专人给她布菜。 其实这种在民间只有全身瘫痪的病人才有的待遇,正常人都不喜欢,自然既无旧也都不喜欢,所以地后二人各自扛着筷子自顾自的吃。 叶珍珍喜欢吃肉,今天让厨房炖了鹿肉,也不知厨师用了什么方法,那肉入口软烂,鲜美之鱼,唇齿之间还有一股似花飞花的淡淡香气。 所以叶珍珍吃得很过瘾,一个人吃饭香时,旁观的人也会胃口大开,既无旧也就比平时多吃了一些。 她也喜欢那碗鹿肉,吃了好几块,叶珍珍不太喜欢有人跟她抢吃的,她把鱼下的肉块都加入自己碗中,巴掌大小的焦黄三彩龙凤穿连碗被鹿肉堆得冒了尖。 素月在一旁看得只想扶鹅,赶紧命人又端来一碗。 这两人吃得火热,外见的冯友德却是有些纠结,他没有摸清献下皇上是个什么意思,所以没有请他来翻牌子, 也不知道皇上的意思和他所理解的那个意思是不是同一个意思。 里头既无旧和叶珍珍用完饭,各自也有些不自在。 按照常理说,他没有翻牌子就跑来昆宁宫吃晚饭,那意思是就打算留在皇后宫中了。 可纪无旧真不是这个意思,叶珍珍更不希望他是这个意思。 洞房那晚的疼痛他还记忆犹新,一想到有可能要再次经历,他面色不善地看了纪无旧一眼。 皇上,听闻贤妃最近身体不适,您不去看看他吗? 你看紧走吧! 纪无旧没有回答,而是问了另一个问题。 这后宫之中你最讨厌什么人? 叶珍珍看着他目光诡异,那意思再明显不过。 纪无旧躲下胸口,忍下胸口堵上的怒气,和颜悦色地问道, 朕的意思是,你最讨厌的女人是谁? 庄平。 这一次倒回答得很干脆。 为何? 他口齿太过伶俐,我说不过他。 纪无旧微笑着点点头起身离开, 当晚,皇上没有翻牌子,而是直接去了韩光殿。 装贫又惊又喜,要知道皇上可有日子没有来他的韩光殿了。 与后宫重贫、贫妃相比,他姿色并不算突出,才艺也一般。 虽有一张巧嘴,却是更擅长与人争论,而非讨人欢心, 自然也就不怎么受宠了。 不仅如此,皇上在韩光殿歇了一夜之后, 还给装贫进了位, 一下子封了郑二品的装妃和贤妃、丽妃平起平坐。 不过,令装妃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 听皇上的意思, 自己能够得到晋升是皇后娘娘美颜的结果。 丽妃听说了这件事之后, 再看庄妃时,眼神就有些微妙了, 和她说话时也带着一股阴阳怪气。 庄妃既觉气闷又有些不服, 她自己问心无愧, 当初对丽妃也是安检马后殷勤无比, 丽妃却一直把她当个奴才使唤。 现在丽妃不过听说了几句留言, 便不给她好脸色。 现在两个人都已经平起平坐了, 她还在她面前耍什么威风。 所以庄妃渐渐的也就对丽妃不那么言听计从了。 眼见着这两个人之间内讧, 叶珍珍笑而不语。 哦,对了。 皇后娘娘那一套紫檀木的大蝉厨终于送出去了, 一大十二小, 一共十三只蛤蟆, 满满的摆了两个拓牌, 庄妃看到时脸都绿了。 其他嫔妃看到这凶残的赏伺, 也跟着心惊肉跳, 个个坚定了在皇上面前告状的决心。